英杰導演呢,因為我聽剛剛說他下午出了一點小車禍 但是沒有大礙,所以他不能來 那我聽到這個理由,我就原諒他 但是很感動,然後這可能是我主持過最緊張的一個 要這個王文青老師在現場 我們是不是讓老師先跟大家忘好講幾句話 老師請,老師您坐著就好了,沒有關係 謝謝大家到這裡來看這部影片 當然,主持人要我先講幾句話呢 我是可以簡單地講一下我的感想 這部電影拍攝的時間很長,將近兩年 我都感覺是這兩年的時間都像是一場的考試 讓我自己變成一個學生 那麼為什麼像考試呢?因為每次跟導演見面呢,他都給我出一個難題要做 等於要回答 所以每次都是要應付這些題目,要回答他的題目 這樣子看來呢,整部影片就很像是一張很長很長的考卷 一張考卷,那麼其內容就是我的一些回答 那我也絕對沒有想到一張考卷可以進入影展 這個是絕對沒有想到的 假如今天確實進入影展的話,這張考卷應該也還有一個可以的分數 總是60分總有,或者超過60分 假如是有一點成績的話,我想這個成績的確都是導演的成績 因為他是考題的設計人,這個很重要 那麼,我也覺得他的考題應該是設計得很好 很好 只可惜呢,今天導演臨時有一點事故 確實是一個事故,所以他不能來 那麼,我們請這個導演的代理人 來回答他的一些問題 我也很希望大家如果有問題 可以多問一些關於導演方面 因為他確實出力很多 謝謝各位 歡迎大家 謝謝老師 我想前面一兩個問題還是我們先發問一下 老師,我們這個做電影的人比較沒有那麼肯定 所以如果我問題有一些不禮貌或是什麼 希望老師不要介意 我想第一個問題可能也許李小姐可以比老師多回答一點 就是當初剛開始怎麼跟老師接觸 然後我想這個應該所有觀眾一定會想問 我都先問,怎麼說服老師 讓他在他非常規律的生活,教學,創作之外 他願意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老師剛剛說考卷 那其實是一個紀錄片的拍攝 其實不好意思,大家好 我是玉華,幕衆媒體的工作人員 那其實我今天是來看電影的 那到下午的時候才聽說阿傑導演 就是林靜傑這支片子的導演 他出車禍 然後有一點 就是腦震盪吧 輕微的 對,然後所以他現在在醫院 觀察 那我說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代替他發言 然後我也只能就 我跟在旁邊看幾次 他跟現場觀眾的互動 來幫他說幾句 所以請大家盡可能問王老師問題 好 不要問導演的問題 對 好,那關於說 這個影片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 有六支片子 然後其中王老師的部分 其實王老師生活的 非常的規律 然後應該幾乎可以算是很 導演的說法 不是我的說法 應該算蠻無聊的 就是還蠻貧乏的 那怎麼在這樣的一個生活裡面 找到切入這件事情 其實就領導演說 他花了蠻多的時間 跟他有角度的問題 好像這個角度比較好 對,他花了蠻多的時間跟心 然後中間也嘗試了不同的做法 包含了 我們剛剛在影片裡看到有 一格言 這樣一個年輕作家的角色 就是他想要帶領大家進入 王老師的這個創作的世界 或是更早以前他有 試著想要安排 女作家來扮演這個角色 對,所以 其實最後到 大概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才用 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用線索 對 這個方式來 對 那 那 如何說服王老師的 說真的 這個要是導演 問老師 老師也可以回答 老師那你反過來回答吧 你怎麼被他說服的 呵呵呵 不方便 好像不接受書店的建議 那麼也想到說 是不是很麻煩 很佔時間 那麼這一點 製作單位當初也一口答應說 盡量這個濃縮他這個拍攝的時段 不會說拖拉很久 那麼這一點 導演也都非常受信用 非常受信用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 拍攝佔很多時間 他總是會問說 時間由你來決定 那這樣就比較自由了 假如我有空檔的時間 能不能再通知他跟他聯絡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也有觀眾會問 所以我就先問吧 就是 老師寫作的那個地方 你自己稱為老房 導演用了一些 這個應該是長時間的 把鏡頭加在那裡去記錄 你的寫作的過程 這其實是很私密的一個經過 這個部分是 他很快就 就說服你讓你答應了 還是 也有一些過程 因為 我想老師的寫作 在這樣子的生活 跟寫作方式裡面 這個部分是幾度私密 而且規律的 這個建議 當初我是考慮了一下 我沒有立刻回答 或者讓我想一想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知道 另外一部影片呢 撰作呢 是要有盡洗澡缸的盡頭 那這我 所以我就說我再考慮一下 是 是 那麼導演說 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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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有一個報 是哪一家報紙 記者聽錯了 請先我說是 書房 像個牢房 結果第二次報上就寫的是 書房 他說書房像個毛房 這誤會大 小一點 小小的 小小的 好 那 再一個問題是 導演選擇了 用很多不同的形式 去詮釋老師的作品 我只是好奇說 導演做這些部分 是有先跟老師商量 還是他做好了以後 讓老師看過 事先都有商量 確實都商量過 其實我最感興趣的是 舞台劇的那一段 是 另外的 尤其卡道音的搭配呢 因為是即興的 所以我不敢預料有什麼結果 那麼 舞台劇的 我在它拍攝 正式拍攝之前 所謂彩排 我也去看過 看過一次 我必須說 有很大的更動 就是看的時候 看完之後 我就說 恐怕都要改過來 是 改過來 然後導演也 很能接受這個建議 很能接受這個建議 什麼叫改過來呢 很重要一點 就是 演員不能用北京話來講這個戲劇的倒白 這一點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 那麼 寧可是 這個 乾涉的語言 不能是 這個 太流利的語言 是 就是 當初我比較關心的是 這個舞台劇的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很好 不光是說 這個 演員的 道白念得很好 我想 導演有很成功的地方 也許很多人沒有看到 就是 燈光的設計 還有 舞台很簡單 半抽象的設計 這個很重要 假如它舞台不是半抽象 而是 非常 高度寫實的設計的話 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會受影響 最後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是我自己很好奇的 王老師 你會看電影嗎 我 我在幾十年前 常看電影 也有一本書 是我的影評的階級 當時寫了很多影評 而且 在金馬獎開始的時候 我還擔任過幾次的 這個 這個評審 後來 我就把電影 戒掉了 大概 在二十年前左右 我就 決心 不再看電影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 太吸引人了 吸引人的去結果 會占掉我很多時間 後來我時間 越來越不夠用 所以這個電影 是在我 三十年前 把 聽古典音樂 全部戒掉 之後的第二個 這個重要的一個 一個摘戒 就把這個電影給戒了 在下一步 我不知道要戒什麼 我還要戒點什麼 OK 好 我們把這個時間交給現場的觀眾 非常難得 王老師來到現場 好 馬上有 觀眾非常快速的舉手 來 用 那一位 然後左邊的這一位 好 喂 這個王老師 你好 我一直在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不知道你覺得 現在主意會不會走到一個極限 對 然後還有 請問你聽過 武嚇嗎 那你對於其人其作品 有什麼 評價嗎 謝謝老師 老師可以簡單的回答 好 現代主義 你說有沒有極限 這我看 在台灣現代主義還沒開始 所以還有很多的空間 還有很多的空間 在國外 現代主義是走到後現代主義 但是嚴格講 還是都在現代主義的旗幟底下 還是應該屬於現代主義 應該屬於現代主義 那麼 怎麼跟現代主義又加入後製呢 那麼就是說 他比較在走到幻想的境界上去 這一點是後製的意思 至於剛才你提的這位武嚇作家 我聽過他的大名 但是也是因為我 長久的時間 我的閱讀 是按照我的 這個一個 蘇丹的進度下來了 所以 很多的當代的作家 我要等以後才能夠輪到 才能輪到 好的 來 剛剛左邊這邊的觀眾 請問一下 王老師 您好 我也有問題 就是 這次演講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 請導演用紀錄片的方式 自己創作者的 全活跟創作 尤其林靜黎導演 是用 有點像偵探 就是 燦縣組的方式 叫問一下 老師 那老师刚刚说有点像在教考卷 不晓得老师在看到作品呈现出来之后 喜欢您导演解读的考卷方式吧 那这样的解读对王老师的创作 有任何的影响吗 如果有是什么 严格的讲呢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呢 我比各位要觉得茫然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身在庐山中 你不知道庐山真面目 很难知道庐山真面目 我必须要再过几年再回头来看 也许冷静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有客观的一个印象 比如我只记得刚才说 这个导演的舞台剧的部分 闻印象深刻 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看彩排的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也没有灯光 没有布景 所以我看 电影上一看 我就看了一个陌生的 我不在里头的部分 这就比较客观了 假如当天我也在场的话 那又不客观 有这个困难 有这个困难 至于说这个电影 我自己看了以后 对我将来的创作方向 有没有影响 那就再过几年 我看了有感想 就会有影响 现在到目前为止 确实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到一个客观的 一个有感想的地步 好 来 中间那一位 然后在前面这一位 中间 中间的 在后面 中间的 王老师你好 然后 呃 我先 先先感谢一大 就是这个影片的感受 因为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他们对我感受的 感受也更多 然后 真的是这样感动 尤其又看到王老师 提安在现场的 那一瞬间 就是 就开心到 有点凋雷的 然后 很想问就是说 就是 这影片有一个很 特別的你要說就是你寫作的部分 我相信這一段第一次大家都特別非常有感受的 就是可以看就是老師真的是就是全新怎樣 好像深入頭的寫作的那一塊 但是寫的那麼賣力的狀況之下 老師你那時候你的心境是沉浸在你 在思考的當中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緒 還是說他會是一種很痛苦 像那個夢一個週末節老師這樣子 就是他會是一個很痛苦要誕生出來的夢 還是是另外一種感受 還有就是王老師好像就是你對設計啦 音樂啦還有攝影就是那種拍照出來的東西 都有非常程度的喜歡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說你不是想要當作家 你想要當設計家音樂家或者是攝影者 然後又因為某種運營的放棄 還是就是你可以切分得很清楚 你是就是很欣賞的一種東西 但是你並沒有想要成為這方面的教教室之類 謝謝 其他的藝術我確實很喜歡 可是我必須說我沒有各位幸運 因為我們從前的時代沒有機會有這些基本訓練 我非常羨慕年輕人在音樂、美術上 從小就可以得到好的訓練 得到好的訓練 那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不過話說回來 假如我受過其他藝術嚴格的訓練的話 那我會不會放棄文字選擇其他 我想不會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文字的這個藝術需要更多時間 一本書呢 普通寫得再快也要一、兩年 那麼一本書呢 是需要長時間、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那麼這人對我很重要 假如是其他的藝術的話 沒有一張畫需要花二十年 或者這個樂曲 極少一個樂曲要寫幾十年 沒有 所以這個挑戰只有文字、文學才有 所以為這個原因我在想 假如我也受過各種藝術訓練的話 最終我還是落到文學上頭來 因為我比較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或者願意接下這幅的負荷、這幅擔子 那麼這個是說的選擇 那麼我在寫作當時的心態如何呢 心態只有一點覺得難寫 反正就是難寫 那麼其結果呢 就是要克服這個困難 又是回到剛才考試難題的同樣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每一天都是面對難題 不要說是面對每一天要寫的那一部分的難題 每一個字都是難題 每一個字都是難題 所以當時心態如何呢 那只是要盡全力克服這個困難 是這一種的心態 這一種心態 好 好 來 剛剛中間 有一位有問題 老闆你舉手 對 老師您好 我想請教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它裡面呢 有把老師的作品用動畫的方式呈現 那那個音樂 或者是那個呈現的手法上 我覺得感覺那個 那個密度跟厚實度都還蠻紮實 那這個作品的呈現是 導演在一邊呈現的 還是說 這是老師在一邊希望的呈現方式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希望就是不要侵犯到老師的底色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老師您在創作過程中 你會有那個 撕那個直的感覺 可是你撕好像不是生氣在撕東西的感覺 是好像是你當創造一種聲音出來 他就說你拿筆 會去打那個桌子 也好像不是氣急敗壞的感覺 是你好像是在製造一種聲音 那因為 老師 我就記得老師以前曾經就是說 有告訴過我們就是 念 那個 你非常鼓勵朗讀 那 我不曉得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想要帶領學生去朗讀的話 要怎麼做 然後才能夠真的就是 把這個作品給呈現出來 最後一個就是說 老師您能不能可能有時間 撥時間出來 然後問您自己的作品出有聲書 因為我覺得真的聽了您親自然的作品 我覺得感覺真的不一樣 好 謝謝 好啊 你的問題很多 我就 我想到的 我記得的 我先回到 後面記得最 最容易記得的 最後一個問題 有聲書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是 這個 中央大學 外文系的易鵬教授 他跟我有 一共兩年的國科會的合作 那麼 在國科會的計劃之下 就把 加爾變 跟這個 被害的人 一字不漏 灌成有聲書 灌成有聲書 那麼有聲書它沒有單獨的發售 但是呢 它是和在台大圖書館出的這個 加爾變跟貝海的人的手稿裡頭 在那個手稿的一個全集裡頭 包含有兩片的有聲書 那麼這個呢 我想在各圖書館應該是可以借得到的 只要有這個原稿的這個收藏的話 那這個大盒子裡頭 就有這兩片的這個有聲書 有聲書 那麼 如果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讀出來 我想 讀出來的 唯一的好處就是 可以幫助讀者了解 但是呢 在讀出來之前呢 我還是認為應該是先用 還是默讀 不是朗讀 因為你默讀 你一樣可以體會朗讀的輕重快慢等等 那麼怎麼讀呢 那又回到我這幾年一再建議的 一定是慢讀才行 如果你一默四行讀下去 那這種文字的音樂感覺呢 是絕對抓不到的 文字的節奏 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聲音的重要性 是絕對捕捉不來的 那你用默讀的話 那讀者呢就是要用想像去推敲 去跟隨它每一個字的節奏 那這一點也不神秘 一點也不神秘 跟你讀舊詩、讀古詩詩詞一樣 你必須一個字一個字的慢讀 換句話說 讀小說跟讀詩歌沒有兩樣 必須沒有兩樣 動畫 動畫 動畫是這樣 我沒有參加意見 是完全是導演先決定的 但是我跟動畫的兩位 藝術家畫家見過面 見過面的時候 我的印象很深 很深刻 他們這樣敬業 最細微的問題 最小的他們都問 都問 這點讓我感受很深 我應該說什麼呢 不但是這兩個人 藝術家給我很好的印象 我應該整體地說 今天的年輕的朋友 在敬業上 我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各方面 尤其是工作上 別的不說 就是這次木樹的電影的製作 在工作上 各位的付出的這種敬業態度 我都看到 都看到 這是台灣的希望 這是台灣的希望 而且 就光憑這個精神 可以讓台灣這個地方長久深層下去 這是最重要 工作的這種態度 這是最好的 那麼這兩位藝術家 動畫藝術家 我見完面以後 並沒有看到他們畫的成果如何 一直到電影上才看到 電影上看到 我也知道 導演要他們畫出粗獷的這種作風來 那麼他的這個選擇也是對的 他的看法也是正確的 正確的 然後我透露兩個小的消息 我之前跟導演聯絡過 我說有兩個小地方 可能是時代的不同 他們的動畫的解釋 有一點出入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讓我想看看 這個 背海的人 一個人 這個關在屋子裡頭喝酒的時候 你們看到他的酒瓶 是個小酒瓶 那是今天的酒瓶 當年的酒瓶 是有醬油瓶那麼大 所以他必須把一個醬油瓶倒過來灌在他嘴裡頭 這才有他的效果 那麼因為時代的不同 結果這一點有出入 那我講了以後 我可以 我又是印象很深刻 莫述各位的精液精神是什麼 導演回來跟我講 我說沒問題 下個禮拜 我要跟這兩位畫家見面 要改 全部改過來 所以將來 等到出道 DVD的時候 你們就看到不一樣的酒瓶了 你可以看到大酒瓶 他們要改 聽說改很麻煩 但是他們絕對不厭其煩會改過來 改過來 第二個小錯誤是有一個地方 是我手機裡都是說 我看見一個人看到我的背影 他正在低頭開鎖 我當年在日記上寫開鎖 是指腳踏車的車鎖 結果電影上變成今天大家代替 汽車比較多 就是腳踏車比較少 變成汽車的廁所 這也要改 那麼這個 華東華的藝術家 他也說他要改 這一點你們也可以證明 莫述的精液精神是真的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我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是 一個是剛剛提到那個 達哥俠廣告 就是剛剛提到那個 有聲書 就跟結合手稿 那是去年9月 在公司另外有的一個出版社 已經出版 所以他在其實全台灣 各大書店都有買 現在還可以買得到嗎 還買得到 不過我們的出版量是500號 賣完美就不再出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補充動畫 你說一下那個公司的名字 出版社的名字 出版社是行人文化實驗室 行走的人 行人 好 補充第二個 剛剛看到那個 動畫 其中有小花貓 走在那個 墻壁上 對 圍牆上面 光是那個小花貓 動畫師大概就畫了 一百多張的花貓 他去用一百多張的圖片去組合成那個動畫 光是那一段 對 私紙的情緒 剛好問 私紙敲筆的情緒 聲音的部分 這是你寫作的時候的聲音 先說這個私紙是這樣子 私紙是因為我不能拿一 我每次應付的是幾個字 幾個字的怎麼寫 那麼這幾個字呢 長度很小很短 所以我不會寫在大紙上 一張大紙寫一兩個字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是適應 我每次要應付的這一兩個字的困難 所以都要用小紙 用小紙 那麼結果就會把一張紙呢 順手撕下來 撕成小紙 倒不是為了要聽這個四字的聲音 至於說這個筆的敲打呢 那是跟節奏有關係 因為我需要保持一個 一句話保持一貫的節奏 一貫的節奏 那麼這個節奏呢 就是我遇到最大困難的地方 就是每想到的字呢 都不符合這個節奏 都跟這個節奏呢 有抵觸 所以就會演變成一種敲打 就是希望能夠打通這個關節呢 找到一個適合可以符合節奏的字 那麼這個手勢呢 就跟這個當時的要求是配合的 是這樣來的 這樣來的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在聽裡面的Q&A 只能進行到這裡 非常非常謝謝老師 特別來到我們台北的現場 在聽導演回答了很多問題